蔡總統過進美國後解放軍環台軍演落幕 一個星期美國眾院中國事務委員會舉行閉門的台海情勢兵棋推演 時間設定在2027年台灣領導人考慮宣布獨立 而大陸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因此決定要入侵台灣以武力統一台灣 那美國要如何因應呢 你能夠避免、避免、避免、避免派避免派避免 在島上或避免是非常危險的 美國會在任何戰爭中永遠都會避免 我們的軍隊會勝出任何挑戰 但價錢無論如何都會太高 中國事務委員會委託華府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 設計兩小時的濃縮版兵推 由新美國安全中心代表北京 委員會的兩黨議員代表白宮國安會顧問 來決定對中國採取什麼樣的軍事外交和經濟行動 兵推不以深入研究戰術為主 而是著重在戰略性的決策議題 好幫助議員了解未來需要考慮的議題 或者是聽證會 除了了解阿拉格爾認為 美國企業不夠認真看待台海危機 加拉格爾表示委員會致力於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而美國國會也將以跨黨派的方式採取行動 阻止中共不斷增加的挑釁行為 TVBS新聞黃松普尼嘉輝美國華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